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小蓝姐 每天我们都会在厨房做饭 但是做完饭后你会发现厨房的灶台是太脏了 重油屋难清洁 今天教大家一招 这样清洁可以把灶台清洁的非常干净 赶紧个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不管家里使用的灶台有多脏 只需要厨房的这几样东西就可以清洁很干净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效果吧 首先将灶台上的座拿下来 然后在脏的地方撒上小苏打 小苏打在生活中用途非常多 特别去油屋非常强 接着再撒上一点食盐 食盐撒到上面可以增加摩擦力 一会儿清除是更方便 最后就是倒上白醋 白醋可以软化污垢 将白醋倒完后静置10分钟 让油污一点点分解 那么时间到我们准备摆结布 然后用它去擦拭油污处 大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油污是很好擦下来 根本不费力就可以把厚厚的油污擦下来 基本上全部擦干净 简直是太脏了 那如果有比较难清理的 可以用钢丝球去擦拭 看看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全部擦之后用抹布擦干净就好了 看看效果怎么样呢 没想到用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把灶台清洁的这么干净 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妙招 希望大家赶紧试试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清洁灶台的妙招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你想看更多 使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